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 喊出自己的局長自己選 臨選勞動局長成功創造話題 勞動局長臨選委員會 從300位毛遂自檢或他人推薦的人選中 篩選出最后五強 不過臨選過程的公平性 和臨選委員本身的資格 連日來備受各界質疑 甚至有民眾直接到柯文哲的競選總部外 抗議臨選是亂選 柯文哲也坦承 臨選制度有問題 我們在組織臨選委員的時候 是在選前 所以不支持我們根本就不會參加 第二點 當時有很多臨選委員還要求匿名 第三點 在我們的臨選辦法裡面 沒有規定 臨選委員不得中途退出 變成候選人 再來是 這次臨選委員 都是李市長 跟網路世代的人好像有點落差 所以網路上一片罵聲 最後一點 我們這次的選舉 外勞沒有投票權 五位勞動局長人選 包括前勞委會主祕賀端凡 交大兼任助理教授曾方黛 金融業工會顧問黃正道 律師陳明正 原先入選的還有一人吳士哲 因為本身曾擔任領選委員 IP球員兼裁判已經宣布退出 網路和實體投票定在14號舉行 柯文哲檢討iVoting制度 承諾公開領選過程和評分標準 不過當被問到是否公布評選分數 他一度語色抓頭思考 顯然也對領選機制的缺失感到頭痛 不過柯文哲強調 眾人的智慧勝過個人的智慧 他在人事選擇上維持開放做法 只是進步過程中難免跌跌撞撞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這是我的政治信念 所以我也講過說柯文哲當市長 不是柯文哲一個人去當市長 而是柯文哲把市長的權力拿回來 然後交還給全體市民 只是說在交還的過程當中 好像也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柯文哲的市府人士 目前嚴考會主委維持臨選產生 至於其他局長和第三位副市長人選 柯文哲表示 高階公務員和業界的薪資行情差很多 說服人才竟是否有困難 會繼續努力 中央社記者張志堯 王一文 台北報導